咱们刚刚的时候呢 咱们是等待这个 我的物版图里面的IP 是不是和这个Windows的IP 是不是处于同一个网段啊 对吧 处于同一个网段 那同一个网络 接下来我把这个服务器先开启了 同盟先不要给我发东西 先不要发 咱们先停一下啊 咱们因为要测试 我当前我的IP和端口 已经只要是Gram是绿的 表示运行了 那接下来我这个程序 VM咱们再看一下 我这个程序 创建套节字 写上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但是前面在一个B的 哈哈 写上了一个原组 这个原组里边有对方IP 是不是还有对方的端口8080啊 我刚刚之所以发不通的时候 第一个是我 哪个字符串 不应该是字符串 而应该是byte类型的 写了个B 第二个 是不是他告诉我 是不是网络不可打呀 那么我现在 我再去Avconfig 给大家再看一下 当前我的IP 是不是已经成为了 变成了192.168.33.128啊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怎么办啊 如果我今天刚来的时候 我的Ubuntu没有IG 那么没有 没有这么多 我就要给你一个命令 Foodoo Eat Client 敲完这个命令之后呢 它会有一段时间 比方说快了呢 就是几十秒 慢了呢 有可能一分钟 也有可能 它干什么呢 等待着别人给你分配个IP 就是别人给你的IP 当别人给你IP之后呢 那么只要你保证是桥间了 那么基本上 你看你的IP 就是这样的IP 好了 我有这个IP和172的 有什么区别呢 你只要是192.168.33的IP 那么也就意味着和它 属于同一个网络 同一个网络 也就是说他们俩可以之间通信 能理解了吧 那么怎么办 首先第一步 验证验证IP 是不是这个 第二步 PIN命令 现在用上192.168 请问你想要给谁发 你是不是去测谁啊 写上33.53 53 我这个电脑 乌班图 能不能和这个哥们进行通信呢 我PIN一下 回车 如果后面咱们看到的现象 是什么什么什么time 消耗了多少时间 恭喜你 那么就意味着 你可以和你的Windows的通信 可以和Windows的通信 OK 那就验证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Python301 接下来321 走 首先 看了现象 没有异常了吧 后一头去看看 说不过去了吧 来怎么验证这个事 是真的假的呢 来怎么 打开代码 打开代码 来咱们在这个位置啊 来 登登登登登登 写个1 我说变了代码了吧 保存 然后Python3 再运行一遍 这个是不是我发的啊 这个是我发的 这两个不是啊 低调点低调点啊 来 这两个是不是 我发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过了头吗 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特点 按 只要按照我刚刚给大家 写的这个程序 这个流程 第一步 创建套页子 第二步 通过Send2 发一个东西 我一会儿给你讲解 这个B 到底除了写B 还可以怎么弄 你这个地方先写上一个这样的读章 接下来你来个原谱 这里边有对方的IP是读章 有对方的端口是一个数字 你写完之后 只要成功 那么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成功地到达了对方去了吧 这个数据过去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的要求是这样的 花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你写一个程序 在Ubuntu里边 你用PiRXM也行 Sublim也可以 VRM也可以 都行 写一个这样的程序 将来把这个地方改成你自己的Windows 甚至是改成你同桌的Windows IP 这个改成你同桌运行的那个程序的端口 接下来你运行运行之后 最终什么表示你正常呢 你同桌引起来之后 看见了你刚刚发的那个数据 那就表示正常 否则表示不正常 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好了 接下来给咱们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咱们大家试一下 开始